都应用在生活上 米娜菩萨讲的事情我也做到了 自自然然都做到了 但是心里头痕迹都不住 这是真正发心 发心着相不是真正发心 那是世间的好人 我们现在提倡四号 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人 这是世间法 你不能处理三界六道 为什么呢 着相 我是好人 我做好事 那都着相 那么由此可知 发菩提心着相呢 也是世间的好人好事 你在这个世间法里将来的佛报 善有善报 一定得善过 可是怎么样 出不了三界 未必能往生 要懂这个道理 真正要出三界了生死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一生可以圆满成佛 那这个佛经里头 甚深意去 你就不能不知道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为一切众生做事 好事情 好事情要不要做呢 随意远做 像我们这两个道场 我们两个道场 大家为什么这么自在 每天工作很辛劳 但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这就跟世间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很努力 很勤奋地在工作 身心都没有压力 那就是我们的做法 如法 跟佛的教诲相应 我们这个钱财来自于舍法 多做 少就少做 没就不做 这个都自在 我一定要一个月做多少 那么累死了 那么有钱到处去求人 求人是真难 求人这个事情很可怜 我们不愧做 一切随意远不叛远 你这个就做得自在了 虽然很忙碌 刚才讲了 讲了一个远一样 轮转得很快 在那里转动 心永远是清静的 永远是不动的 永远没有丝毫压力 你的生活才自在 才美满 才快乐 所以这个特别提出来 不应着菩提心明 不应着菩提心 下面说 无等等心不应着 菩提心明不应着 无等等心不应着 无等等明不应着 广大心不应着 广大心明不应着 这个不必一句详细解释 下面说 为什么呢 何一姑为什么呢 是心非心 本心尽苦 是心非心 三心不可得 心的相有 心的作用有 心的体没有 体不可得 所以说 所以说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本性清静 故 这与本性 静 相应 这才是真正 发布的心 也就是真实智 圆满现前的现象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一段 小学生 跟那个 我 你 我